哈喽大家好,我是老王 上一期视频为大家讲解了哈雷发动机的特殊构造 作为市面上摩托车装配最多的双缸发动机 今天再来为大家讲解不同类型双缸机的特别之处 这里说的是并列双缸 根据不同的曲轴相位 目前并列双缸机以360度、180度和270度为主 但也有不走寻常路的 春风的800就采用了和KTM一样的285度向位曲轴 所以它的山浪有点类似微缸发动机 那么它们在运行过程中到底有什么不同 下面就来为大家简单的讲解一番 首先是360度曲轴发动机 国内车友喜欢称之为异部发动机 但这个说法并不严谨 国内外的学术期刊并没有这一词汇 在带有360度曲轴的发动机中 左右气缸中的两个活塞同时上下运动 当一个缸点火做工后 曲轴旋转360度 然后另一个气缸点火做工 气缸内两个活塞共同上下 但是曲轴并没有偏转夹角 只不过是在点火时间上搓开而已 共用一个点火器轮流为两边的气缸点火 这种发动机的优势就是结构简单 低扭较强 声浪绵密 有点类似四缸机 所以贝纳利的中国好声音也是由此而来 但是缺点也很明显 活塞同时运动带来的震动也会比较大 世界上第一款搭载360度发动机的量产摩托车 是由希尔德·布兰德和沃尔夫·穆勒在1894年1月20日研发出的 一台1489cc双缸四缸程发动机通过连杆直接驱动的摩托车 而国产代表车型就要数贝纳利的双缸车型了 跨湖又是800和752S除外 因为这两货搭载的是270度发动机 下面再来说说180度发动机 也就是曲轴向位夹角为180度的双缸发动机 也就是广大车友所称呼的异部双缸发动机 两个活塞连接的曲轴夹角是180度 这种类型的发动机两个活塞是一上一下分别做工 相互之间抵消了惯性作用 这样一来它的震动相对而言要更好一点 虽然抵消了震动 但是由于左右活塞的反向运动会带来摇摆震邪 而且理论上低扭也稍差 同时这种发动机需要为每个气缸配备单独的点火系统 制造成本较高 在两重车摩托车中 装配的也多为180度双缸发动机 国内除了贝纳利、QJMOTO和早期的永元350发动机 大部分的双缸机都是采用这样的设计 例如春风、龙星、豪爵等大厂都是这样的机器 最后就是曲轴向角为270度的双缸发动机 春风800MT采用的是285度 虽然曲轴夹角不同 但是原理是一样的 一个活塞会跟随另一个活塞旋转四分之三 这就导致了不均匀的点火间隔 第二个气缸在第一个气缸点火后270度点火 然后再间隔450度第一个气缸点火 这有点与90度的V型双缸发动机的模式相同 发动机中的活塞永远不会同时静止 所以这种发动机的声浪有点类似于V缸发动机 代表车型有贝纳利的752S、U18版 还有亚马哈的MT07等车型 这种发动机的特点就是低转速扭力突出 所以MT07才会被称为扭力大师 缺点就是高转马力延伸性较差 而且震动也会比较大 以上就是并列双缸发动机的主要类型 除了并列 你知道双缸发动机还有哪些类型吗 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留言讨论 今天这期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 我们下期再见 事实宣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幸运论如何 şur pal到 cute 呢 中感觉 我们 previous 特价 让 もう 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